各位又是焦点财经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陈少豪 Howard Chen 周一在磅礴大雨的矽谷 跟大家来报道 世界焦点财经 市场今天周一一开盘就波动很大 所以对礼拜三联储局要开会的结果 非常期待也非常躁遇 所以市场就非常的不平安 所以你必须小心而谨慎 从今天的交易当中 主播有三个观察 因为利空profit banking的意味非常浓厚 进一步赌博投机的心态也非常的浓厚 所以一定要小心而谨慎 三个观察工作你的参考 第一有一点利空profit banking的味道 因为从今天的交易当中 GameStop跌了15% 非常的明显这支股票 not too long ago 年初的时候30块钱而已 现在已经140块 Once Upon a Time曾经大涨到两三百块 所以炒作的意味非常浓厚 年底了要即将报税 所以profit banking可以非常明显 让GameStop能够大跌 第二个观察 那就是有可能投机跟赌博的心态 第二支股票就是AMC 对了 很多的戏院AMC的联锁店 事实上开又关 今天股票重跌15% 到23块钱一股 not too long ago 一年以前 这支股票五块钱不到 所以非常的明显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年底到了 炒作投机 甚至赌博的心态 非常严重 所以你必须小心谨慎 一定要稳住正脚 不能够贪 不能够在这种变动波动当中 失去方寸 因而能够放弃 你自己投资的标的 第三种观察 Bitcoin Bitcoin年初的时候 一万块钱 现在将近五万块钱 也是大涨大跌 非常的严重 所以第三个观察 Trading 在区间交易当中 很多的trader 利用这种不平安当中 赚取利润 所以Bitcoin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很好的例子 无论从今天的交易当中 利空profit taking 投资而转为投机的心态 第三个 进一步让Bitcoin 让trader有机可乘 处处都要小心 而后年底以前的最后 两个礼拜 一定要稳住正脚 我们也非常期待 礼拜三 看联储局 要怎么样应对 现在当前非常难 handle的整个通胀的问题 智慧人的话语 那就是 当将你的事交托给上帝 你所谋的就必成就 意思就是说 将你的重担 卸给上帝 并信靠他 他必指引你前面的道路 海尔倩 陈世豪周一 在磅礴大雨的戏谷 跟大家来报道 世界焦点财经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